第二百零八级 判断出这一点之后 唐新爵反倒放松下来 鬼怪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NPC不会做出这种反应 考生的可能性反而会更大 如果这是单紧副本 运气再好一些 外面的人很有可能是郭果或者张油 郑稳情的可能性第一个派出 他来到这里的第一反应 绝对是开始攻击 现在外面早就该战火纷飞了 思维运转虚余 庞新爵起身走到资料室门口 忽然见到门框顶部贴着一条标志 静止喧哗 他嘴角微凝 将房间门拉开了一点 让屋内的光线倾泻出去 不知道这屋子是否有进入限制 他现在不能贸然出去 但可以将人引过来 无论是郭果的危险预感力 还是张油的判断力 他们都会选择出正确的方向 果然不到片刻 唐新爵就又听到了细微的稀疏行动声 对方行动似乎有点不方便 一瘸一拐还时不时停下来 像小动物一样在黑暗里谨慎的秀秀四周 但他最终还是一点一点朝资料室靠近 直到在门口停下 悄悄探入一只脑袋 然后就被门后的人伸出手捂住了嘴 郭果惊慌失措地用力挣扎 看到唐新爵的脸后才睁大眼睛停下动作 旋起眼珠一转 不知想到了什么 马上又开始扑腾 唐新爵把人直接扣在臂弯里 然后把郭果的脸转向门口向上一抬 让他看清楚门框上的字 静止喧哗 郭果这才安静 两秒之后 他不可置信地缓缓转动眼珠 看着唐新爵开始疯狂闸动 我没学过摩斯密码 他放开无嘴的手 郭果急速喘了两口气 磕磕巴巴用气音开口 新爵 郭果伸出手 掐了下唐新爵脸颊 仍旧有点不敢相信 双手一起放上去 掐出两个汤圆 绝神 真的是你 女生瞬间变得眼泪汪汪 因为不敢大声说话 只能摇晃唐新爵胳膊 无声呐喊 你终于醒了呀 我不知道我刚刚经历了多恐怖的事 我从五楼掉下来 对 这个不重要 我考了好几次高考 这个副本太可怕了 唐新爵耐心听着 郭果情绪冷静下来以后 也开始挑重点奖 加上笔笔画画的手势做辅助 终于讲完了 从唐新爵昏迷到现在 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 如他记忆片段里显示的一样 血红眼球被击退后 寝室联赛很快宣布结束 排名公布 606毫无意外拿到了第一名 被迫欣赏了一段五彩缤纷的庆祝烟花后 寝室像以往从副本脱离一样 恢复原状 包括四人受的伤也随之痊愈 却唯独唐新爵还在继续昏迷 无论怎样都无法再唤醒 好在排名公布之后 就是奖励结算 几人本来寄希望于比赛奖品和积分 打算结束以后去学生商城 寻找能让唐新爵醒来的道具 然而奖品还没结算完 一段横空插入的游戏通知 就硬生生打断了他们所有的计划 通知说 升学考核副本即将开始 让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做好准备 即刻进入副本 郭果对这句话印象十分深刻 因为通知里总共就只有那么一句话 对于副本信息再多半个字都不肯显示 好像生怕他们真的把准备工作做好了一样 三人被砸得猝不及防 只能抓紧时间在商城买了点道具备用 如一些护身符 回血回蓝药 最后还是张油 敏锐地嗅到一点不对劲 怕狗副本一言不合将四人分开 多买了一副眼镜形状的强效联络器 我们还给你留了很多字条解释情况 但是千算万算没想到 这个狗副本不仅把我们分开了 竟然还把所有异能道具都没收了 那还通知我们准备个毛线啊 直接说最好心理准备不就完事了吗 唯一幸存的恐怕就是张油的通讯眼镜 但也失灵失不灵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成功联系上其他人 我没收到消息 看来张油暂时失败了 但如果继续轮回考试下去 哪怕我们暂时找不到破局点 想必也能通过能力和道具的恢复 最终联系到一起 只要我们能活到那时候 也不是为最后的解决办法 升学考核 唐新爵已经好奇这个副本的兴致很久了 尽管众所周知 副本一贯不做人 但这一次似乎格外离谱 考生昏迷状态就被扔进副本 找不到副本信息和任务 与世有失联 郭果的到来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是一个考核副本 考核副本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 郭果心中其实已经有了点数 唐新爵的反应更坐实了这一猜测 他点点头 没错 这次的副本就是我们从三本到二本的升级考试 这个名为寝室生存的游戏将考生分为几个不同等级的阶段 分别是三本大学 二本大学 一本大学 一流大学 所有人最开始都是三本大学 游戏规则规则写过 规则书里说过这点啊 郭果有些心虚 他根本没记住这些 简单的信息互换完成了一半 现在该唐新爵讲述情况了 郭果连忙抬起亮晶晶的眼睛 然后就看到唐新爵从怀里取出了一打纸 再定睛一看 郭果大惊失色 这不是我的准考证吗 怎么在你这儿 他立刻摸索身上的准考证 拿出来一对比 简直就像是一个打印机里打印出来的 正好不用去找你了 我也想看看第二个人是谁 什么第三个人 郭果还障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就目睹了唐新爵 手撕准考证的打假过程 一百万头羊驼在他嘴边欲言又止 只能憋在内心呼啸而过 最终浓缩成一句话 这不是我的准考证 喝着我做梯做得快吐了 全都是在替别人考试 不仅如此 庞新爵撕出假准考证上的真照片时 还露出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 选择让你替考的那位 好像还是我们的老熟人啊 准考证上 一颗熟悉的脑袋装在照片内 生无可恋地看着镜头 第209集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没有信号 请您收 走廊内 张游在急跑的同时 飞快用手指按动镜框 收到的回复却近视失败 身后追赶的嘈杂声越来越近 他咬住牙深吸一口气 在镜框上用力一抹 站住 张游停下脚步 转过头去 一个年轻高挑的女子气势汹汹走了上来 张扬的调染发丝 在脑袋后面一晃一晃 你刚才跑什么 你们追我我害怕 害怕当然就开始跑了 考生张游是吧 我们怀疑你涉嫌高考作弊 我劝你安静配合检查 别试图第二次逃跑 你不会想知道后果的 给我搜身 张游冷静的目光透过镜片看着他 蓝老师 这里是现代法治社会的2019年高考 我劝您平和一点 毕竟一会儿还要继续考试 监考老师吃笑一声 扯下张游眼镜 扔给旁边的监考员 给我仔细检查这架眼镜 还想高考 那得先排除你的嫌疑才行 他的话音刚落 监考员一板一眼回答他 未检查出违规物品 可排除作弊嫌疑 蓝蓝一脸怀疑地夺过来 眼镜再次检查 竟然真没找到马脚 不得不兴兴地还回去 不是用来作弊 那你动不动摸他干什么 质量太差带着不舒服 您要是心地善良 可以给我换个新眼镜 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回去了 哼 别让我再抓住你下一次 以后 我可未必这么好说话了 蓝蓝监考暴毙阻测测地 目送张游回去 视线里人都快没了 才突然一个机灵 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叫 我姓蓝 因为蓝老师兜里 有一张录在外面的弓牌 您好像忘记塞回去了 哦对了 我不应该称呼您为蓝老师 他话音一顿 严谨地纠正道 冰老师 冒犯了 冰蓝蓝缓缓 把弓牌塞了回去 他盯着张游的背影 有一瞬间眼中杀意避现 却仿佛受爱于某种原因 不能直接发作 只能咬了咬牙转过头 对其他监考恶狠狠下命令 都给我去盯着他 全部都去 为不影响考生心态 同一教室内 最多不能超过八名监考 一群蠢货 活该你们饿死 我们是监考 我们不会饿 去死吧 废物们 我们是监考 我们也不会死 啊 407有报告 考场秩序已恢复正常 请所有监考员各司席职 坚守岗位 维护考场秩序 密集的人群说散就散 走廊转眼空旷如出 只剩下面目扭曲的冰蓝蓝一人 为什么我手下全是这种没用的废物 连个学生都抓不到 气死我了 死 都给我去死 臭皮拨尖 监考膨炸 冰蓝蓝气得抓住自己调转的头发 又薅又拽 对着空气低吼了大半天 才勉强平静 即便如此 胸腔也剧烈起伏个不停 把自己累个半死 他眼底浮现一丝懊悔 早知道 就该选这个人设 但是后悔也晚了 他不甘心地扫了走廊一眼 不得不打开一扇门 身影消失在大厅内 数秒后 张游从角落阴影处 悄无声息探出头 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 冰烂烂消失的地方 然后速度飞快地离开了这里 所以表面上是四个人 但实际上却有八张准考证 而我们一直在替别人考试 真正考试的人 其实是我们的监考老师 郭果试图捋清逻辑 结果却发现越捋越混乱 可是 那我们到底要考什么 总不能八个人一起 比拼高考成绩 谁成绩高谁通关吧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更倾向于 属于我们的考试还没开始 毕竟我们自己的准考证 自始至终被藏在这里 连准考证都没有 怎么进入考试 那是不是就等于 如果我现在把真正的准考证 拿回去 就可以进入真正的升学考试了 也不一定 别忘记 我们有四个人 仅仅两人拿到准考证 是没有用的 我们必须想办法联系到 张游和郑婉晴 将四人手中的全部信息互通 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啊 我明白了 因为我们四个人是分开的 每个人的替考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找到的线索应该也不一样 假设准考证 是进入正式考核的钥匙 那么除了钥匙本身 我们还需要知道入口的位置 什么钥匙的方法 郭果正掰着手指头数 突然感觉头顶灯光 似乎略微晃了一下 他敏感地缩了缩脖子 应该是错觉吧 你没感觉错 刚刚灯的确闪了一下 唐心诀仿佛能听见他的心声 冷静地回答 话音刚落 屋内白智灯再次重重一闪 整个房间短暂黑暗又亮起 然后开始疯狂交替闪烁 不知从哪里出现的电 滋啦滋啦的声音开始蔓延 堆叠在书柜上的纸张 被吹过的风呼啦啦卷起 在空中杂乱无章地翻飞 两人四目相对 走 唐心诀拉住郭果飞快向外跑 房间大门已经开始疯狂颤动 发出某种不明原因的摩擦声 被唐心诀一把拉开以后 郭果才看到门缝间隙被留了一卷文件 恰好能堵着门不让他关死 幸好心诀留了一手 要不然我们就要被锁死在房间里了 郭果后背一阵毛骨悚然 一踏出门就立刻打开阴阳眼 环视四周 不看还好 一看完直接寒毛倒数 军神快跑 后面全都是人 其实那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 充其量只能算是密密麻麻的白色人影 从黑暗的每一个角落里 呻吟着爬出来 速度却比蟑螂还要快 两人二话不说 向走廊外拔足狂奔 快到楼梯口时 郭果却感觉自己被向左一推 顿时偏离了楼梯 去窗户那里 那里是你离开的出口 左面墙壁上不知何时 出现了一扇狭小窗户 仔细看去 能看到一个若隐若现的透明人影 正是之前把他们引到这里来的短发女生 郭果意识到 对方可能是来接自己的 连忙调转方向又急匆匆问 那你怎么办 我们不能一起走吗 短发女生伸出一根手指 她只能带走一个人 我有阴阳眼 你把绝神送过去吧 短发女生摇摇头 对她比手势 把你送走 她能活 把她送走 你得死 郭果一阵无语 还没来得及再开口 一股熟悉的力道 就裹挟着郭果栽向窗外 失去了现有事业 第210集 狭窄的窗户无声消失 走廊重新陷入彻底的黑暗 身后有阴风呼啸着追上来 唐信军没在犹豫 直接握住了楼梯把手 刹那间 安静的楼梯发出阵阵污名 像是鸡肠碌碌的野兽 闻到了鲜美的食物香气 开始躁动不安 黑曲曲的楼梯 像是张开的血盆大口 急待着即将到来的宝餐 唐信军扫了一眼 手腕向下一撑 身体轻巧地跨越至楼梯扶手上 一毫米都没碰到台阶 下一瞬 唐信军施了个反方向的力 身体顺着楼梯扶手一滑到底 等楼梯反应过来 盗嘴的食物就要飞了的时候 侧侧阴风瞬间狂化成席卷的气流 扶手上伸出寸寸尖刺 愤怒地要将女生从上面逼下去 扶手的一变来势汹汹 姿势不变就会被立刻扎得遍体鳞伤 唐信军转身单手抓住扶手 向下一跃 隔着一层距离直接跳下去 气流再次扑空 唐信军落在了扶手距离五楼走廊 只有几步之遥的位置 五楼就是他来时的路 眼见猎物即将溜走 黑暗中最后的怒火汇聚到楼梯尾端 扶手尽头请客异化做一张巨大利爪 向唐信军抓来 这次避无可避 也无需再避 唐信军动作不变 深吸一口气沉丹田 对准走廊开口 绿老师 绿老师从空气中闪现的时候 兴奋的脸上还挂着未退去的虚伪笑意 唐同学 这次 然后他就看到了正在面前极限飙车的唐信军 唐信军朝他点头打了个招呼 随其猛地伸出手 拽住他衣领 把人往自己身前一灌 楼梯尽头的巨大黑手 并不在乎下面的人是一个还是两个 不管三七二十一向下就拍 手刚齐出的女人脸上笑容一僵 头发本能地向后炸开 炸眼圆化成一根根纤细纤绿的意思 硬生是扎破了黑手的轮廓 两声尖嚎同时响起 一声是女人吃痛的惨叫 另一声则是楼梯尖锐的丝嚎 唐信军眼前视线陡然清明起来 原来楼道里浓郁的黑暗 并不只有是没有光线导致的 而是无数细密漂浮的黑气 这些黑气此刻又生命般的翻腾而下 疯狂汇聚到五楼楼梯最后一层台阶边缘 像从地底升起的腾腾火焰 怒火沸腾的燃烧 唐信军抓住绿老师一个急刹车 耸耸肩 老师 你好像把他们惹生气了 我惹他们 你 女人捂着脑袋张大了嘴 无数脏话憋在嘴边 黑气已经尖笑一声抽起长枝鞭挞而来 唐信军反应比旁边的人少快一通 从背后抱着对方就一般 在绿老师的尖叫声中 唐信军成功借着对方的身体挡住了满台阶鬼物 然后把人往黑气屏障最薄弱处一推 自己紧随其后 这次早有准备的楼梯秒速反应过来 尽数涌向人影冲刺方向 将人牢牢照在当中 同一时间一声轻响 唐信军成功突破重围 在把绿老师推出去后 他直接冲向了相反的方向 原本黑气最盛的危险角度 在火力全转移到绿老师身上之后 赫然成为了最轻松的突破口 唐信军起身抖了抖衣服 将皮肤上挤到狭长血迹遮住 然后对着被困在楼梯上的女人体面地点点头 客气道 老师果然言而有信 辛苦你这么远跑来接我 那我先回考场继续做题了 你一会儿回去的时候 顺便带几个创可贴 送到307考场就行 谢谢 说吧他摆摆手 悠然转身没入走廊 张游轻手轻脚摸开一扇门 鱿鱼般滑了进去 看到屋内空旷普通的布置 他已经习以为常 不仅毫无失望之色 还马上打起精神 开始寻觅去下一个房间的机会 从第二次循环开始 张游立刻意识到 在副本里老师考试的作用 微乎其微 只好重拾老本行 用娴熟的打野游走技巧 探索教学楼 利用四场考试断断续续的间隙 他先后将四层楼都摸索了一遍 发现监考员出没并非没有规律 通过观察来看 他们总共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最普通的考场监考 平均每个教室考场 住手两个人 除非其特殊情况 否则基本不会离开教室 第二类则是游走的监考 每当有考生做出 不好好考试的举动 这些监考就会倾巢而出 直到考场恢复秩序才消失 第三类也是最特殊的一类 这种监考只有一个人 个人意志和性格更加突出 似乎拥有能命令其他监考员的能力 也是唯一一个能让他感觉到明显恶意的NPC 比如那位名字十分令人耳熟 叫做冰懒懒的暴躁女监考 就是这样的领头者 但无论是哪种监考 都不会一直在线 尤其是冰懒懒 张有稍加观察就发现 对方似乎受到某种活动规则的限制 每当达到一定的行动量或者时间 就不得不回到四楼大厅的一扇门内 如果没有涉及到考生的突发事件 那么就要等到下一场考试才能再出来 掌握这些规律以后 有空隙就抓住空隙 没有空隙就制造空隙 用尽浑身解数的张有 终于把五层教学楼里能走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剩下的地方就都是不能走的了 一阵若隐若现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张有默默给自己戴上一副手套 然后利落地钻进墙角柜子里 等待房间门被人推开 这里是二楼 也是监考力量最森严 最容易被察觉的地方 必须加倍小心 事实上 他很早就察觉到了不同楼层的安保程度 有强有弱 走过一遍之后 他就放弃了那些难度低的楼层 专门在这种一步一雷的地段游走摸索 毕竟 往往越危险的地方 就是越重要的地方 所以越不能走 他就越要走 第211集 张有稍加观察就发现 对方似乎受到某种活动规则的限制 房门被大大咧咧地推开 一个年轻男监考员走进来 他面无表情环视一圈 目光最后落在墙角处可容纳一人的大木柜上 进行短暂判断之后 他转动方向 一步步走上来 握住柜门把手 张有屏住呼吸 透过木柜缝隙 他能看到监考员脸上没有光泽的两只眼球 正安安分分停在眼眶内没有动弹 这证明对方只是普通检查 目前还没有与其他监考联系 在张有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监考员一把拉开柜门 正好与他四目相对 下一秒 他捂着被捅的下巴 一个字都没来得及说 就亮呛栽倒昏了过去 张有谨慎地跳出来 悄无声息搅了他的外套和工具披在身上 然后把人拖进柜子里关起来 巡逻的监考者虽然数量繁多 源源不绝 但也有自己的弱点 重击下巴会让他们短暂失去联络外界和行动能力 关进封闭空间 则会延缓对方被自动召回的速度 熟练地处理掉人 张有再次打开房门 悄无声息溜了出去 至此为止 二楼走廊已经仅剩最后一扇没被打开过的门 这是一间上了锁的门 张有找过很多监考官身上的钥匙 都无法和门上的锁眼匹配 二楼的监考都快被他薅光了 要是这次还不行 可能只剩下唯一的方法 就是猫最大危险 回到四楼找兵来了 从老虎屁股上拔毛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张有溢住嘴角弧度 不浪费半点时间侧身钻入 一进入就被晃了下眼睛 这房间是不是有点明亮过头了 适应过后再看去 他才知道屋内的光来自于哪里 整个房间里几乎摆满了各种玻璃和金属制品 将窗外和房顶灯光 反射得如同户外天光 无比谎言 最开始 他还不懂这些物品的来历用途 直到看清正前方柜子内 摆放的数十幅款式各异的眼镜 瞬间了然 后家伙 原来是这个 只见每一款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眼镜 仔细观察 都能看见镜片上细如文赤的字迹 搭配一旁的耳塞 磁卡 U盘 兴致已经昭然若揭 这分明是个作弊道具储存式 屋内琳琅满目的道具仪器 大到远程控制台和信号恢复仪 小到耳塞 戒指 卫生纸 都按照一堆看不懂的乱码标签排列摆放着 俨然是已收缴为禁物品的陈列状态 心虚地扶了扶自己的近况 张友按照原计划开始依次搜查 一边查看 一边忍不住磨牙 副本为什么收走了我全部能力 哪怕留一个除袋也行啊 这些可都是道具 副本里的免费道具啊 检查完大半个房间一无所获 他却感觉好像痛失了一个亿 真的不能在不影响副本规则的前提下 带走一点东西吗 比如 张友目光呼地扫到某一处 微微一宁 那是一个银色一气的棱角边缘处 由于缝隙与墙角阴影几乎连成一体 他刚才险些没有注意到里面露出的纸张一角 轻轻将其抽出 隐藏在角落里的文件露出全貌 标题映入眼帘 高等升学考试 规则须知 不可能 这才第二轮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力量 国字脸女老师倒在地上捂住心口 满脸不可置信 她外表虽然还是正常监考老师的模样 另一只手却已经变成森森白骨 比刀锋还尖锐的五指指尖上 还挂着一条条血淋淋的肉丝 不难想象攻击时的凶残恐怖 但很不幸 白骨骨折了 以至于这条恐怖的手臂 此刻根本抬不起来 她的臂弯被反方向折了九十度 肩膀上还踩了只脚 脚的主人屁腻着她 手里还拿着一块沾血的身份牌 这是刚刚从国字脸老师口袋里翻出来的 郑婉晴努力辨认上面的字眼 那是 那是我的名字 果子脸忍不住咆哮出最后一句话 舌头伴随声音 猛地拉长弹出 朝郑婉晴脖子直直射去 郑婉晴下意识一拳呼吓 钢铁虚影凝实对冲 把舌头也砸回地面 果子脸后脑勺直接下下了一个坑位 果子脸宁死不屈地瞪着她 郑婉晴蹲下拍了拍她的脸 才发现对方已经白眼一翻 气晕了过去 检测到考场受损严重 无法继续考试 将随机转移至下一考场 请考生做好准位 三 二 郑婉晴一正 眼前旋即一花 再睁开时 景象已经截然不同 满班级七到八歪的考生 与监考员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 崭新书桌和陌生面孔 数不开外的班级门口 围了一圈监考员 但这次的目标似乎不是她 而是另一个低马尾女生 看着熟悉的背影 郑婉晴输得睁大双眼 蓝色调染女顶着恶劣的笑 居高临下的审视低马尾女生 你本来有一分钟时间解释 刚刚为什么离开考场 出现在其他楼层 但现在我不想给你解释机会了 你违反了高考规则 就理应受到惩罚 低马尾少女在一群监考 虎视眈眈的包围下 显得十分弱势 但黑色眼镜框下的脸 依旧平静 我不认为自己违反了高考规则 相反 如果冰老师执意决定惩罚我 那有可能 你才是那个违逆规则的人 调染女仿佛听到了什么 极其可笑的笑话 嘴角向两侧高高咧开 如果这就是你临死前 受罚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那我可以仁慈地原谅你 然后吗 说吧 他朝其他监考员一摆手 两个高大凶悍的男人 就要扑上来抓住女生 一把椅子从教室后方 重重飞过来 静止砸向右边间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伴随蓝发调染女 惊怒交加的声音 还有一道中气十足的 熟悉喊声 张尤侧身躲过监考的抓捕 闻声惊讶回头 瞳孔映出教室后方的女生时 微微收缩 连动作都慢了一瞬 晚情 扎眼又是两把椅子 一动监考匆忙躲避 张尤借机摆脱包围圈 闪身到讲台另一边 最开始的一瞬间 张尤不是没生起过怀疑 但看到对方动作的下一秒 这点怀疑就基本烟消云散 这个上来就动手的行为 莽出一种境界的气势 绝对是郑婉青没错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了 郑婉青一边扔椅子 一边三步并坐两步赶上起来 仔细看了眼张尤 一个被椅子砸倒的监考 歪着脖子晃晃悠悠站起来 我们是监考 我们不会欺负人 郑婉青反手抄起床 里多地扔了过去 我们是在维持考场纪律 痛失试卷和考桌的考生 瑟瑟发抖 不敢吭声 冰蓝蓝一把推开左右监考 愤怒的眼歪口鞋 尖牙外突 模样十分瘆人 你疯了 竟敢袭击监考老师 袭击监考是最严重的罪名 我宣布立刻撤销你的学籍 并格式化 冰蓝蓝声音一顿 折出一个疑惑的单音 你不是考生 不对 你是这一批的考生 你不是应该在小子的考场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数秒寂静之后 张油和冰蓝蓝两人 同时意识到问题所在 脱口而出 你打破副本评照的方法 是暴力突破 你在那个考场做了什么 两道声音一高一低 一个尖锐一个沉稳 重叠出现的瞬间 震着教室天花板都微微晃动 埋头做题的考生和监考 都同时放下手 齐刷刷抬头看向讲台 若换作以往 张油肯定会毫不犹豫回避这种情况 但现在 他却只是认真地看向郑婉晴 凝重道 我需要一些细节 去死吧 冰蓝蓝尖锐嗓音 打破他们的对话 一爪子扑上来 你们死定了 我要杀了你们 张油拉住郑婉晴避开利涨 冷静且声音清晰道 没事 让他自己发疯 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生气的行为 生气到一定预知 就会被副本关小黑窝 到时候 我们解决其他监考就方便了 被当面密谋对脸的冰蓝蓝 终于彻底失去理智 头顶蓝色调染部分 开始结出一片片冰霜 冰霜掉在地上 就迅速冰封四周 带着刺骨的阴冷飞速扩散 这晚情反应极快的一虹拔下去 将台中 冰蓝蓝封了出去 在巨大的撞击声中 冰蓝蓝和一众监考 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被掀翻到教室门外 撞得人阳马翻 看到这一幕 连张游也沉默了 从我个人经历的规律来看 第二轮循环 只会恢复我们极小一部分力量 但你 比如张游自己 第二轮恢复的 就主要是身体素质 和部分打野技能 杖本道具和一些防护异能 都杳无踪影 因此 绝不会选择 与人多势众的NPC正面交锋 是他不想暴力推塔吗 是他做不到啊 同样 NPC也是如此 否则 以冰蓝蓝的暴躁设定 绝对第一循环 就恨不得把考生生吞活泼 也不会此时 才被激怒到狂话了 但刚刚正晚清 那一下实打实的钢铁俱拳 无论怎么看 都和全胜状态 没什么区别 郑婉晴蒙逼了一瞬 神情显然比张游还要疑惑 他一击击中 就收回了铁窗大的拳头 索性敢用剑拳的左手 单手才敢推翻 横眉冷对对班级里的剩余学生 一副谁敢动 就先动谁的气势 张游一时间得不出答案 现在情况 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也顾不得剖析原因 单刀植入稳更重要的一点 你剩下的力量 还能撑出第二次战斗吗 郑婉晴抬了下空荡荡的绣管 仿佛里面还有一只 正在比OK手势的胳膊一般 那好 我们就按照你之前的方法 先一起打通这个考场 与新爵和郭果果会合 唐新爵泰然自若地回到考场 神情之自然 让党在门口的监考都犹豫了一秒 但他们还是尽责值守地拦住了女生 面目严肃 不明人应离开考场 需要接受检查 可以 唐新爵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然后在监考走过来的瞬间 敲晕了两个 帮我看一下这两个人 我需要确认一点事情 唐新爵对愣愣看着门口的考生 比了个晋升的手势 然后笑了笑 将一打纸递给他 一会儿有监考老师跑过来 在他进门前 将这几张纸全塞进他怀里 如果没成功 你和你的卷子都会从三楼掉下去 当身形狼狈的女人阴沉着脸出现在门口时 看到的就是唐新爵正安安静静写卷子的模样 绿老师皮笑肉不笑地动动嘴角 露出一口森森白牙 我刚才不小心被一个不守规则的学生坑了一下 你说 我应不应该惩罚回来 没等唐新爵回答 他就已经抬腿踏进门内 对旁边的考生塞进手里的纸也无动于衷 眼睛只死死盯着唐新爵一人 愿读的像要流出脓来 唐新爵的视线在纸张上短暂停了一秒 果然没有法 看来真实中考证的用法有些复杂 下一秒 唐新爵就恍若无视发声般摇了摇头 扬起笑容 这句话就不对了 老师亲口叮嘱过我 有事情一定喊你的名字 我也只是尝试着喊了一下而已 没想到老师马上就锁定我的位置 并赶到 实在是太巧了 至于学生劳记老师叮嘱 师生和睦的事 怎么能叫坑呢 明明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才对 第213集 绿老师的笑容看起来 像是脸部骨骼被某种力量打遍了形 又像是刚从一场失败的整容手术中出来 他每一寸的肌肉都在兢兢业业向上提拉 反而显得更加诡异 你说得对 我不应该再和你废话了 我应该 女人轻声细语 脚下却向唐新爵步步逼近 唐新爵慵懒地掀起眼皮 比在指尖流畅地转动 静静等待对方下一步动作 然而比女人更快感到的 是耳边突然出现的另外一道声音 新爵 新爵 能听到吗 这是张游的声音 指尖动作顿重 唐新爵目光陡然一锐 手里的笔直接让绿老师飞过去 绿老师嘴唇不躲 直接用血迹斑斑的手把中性笔拍飞 完全不在乎形象 毕竟他现在已经撞似厉鬼 根本没有下降空间了 唐新爵也在这一瞬 把对方手里的纸重新拿回来 敏捷翻过桌面的同时回答道 我能听到 张游在最短时间内 讲完了他和郑婉晴会合的事 暴力破关 唐新爵若有所思 顺便拉过一名昏迷监考挡在身前 下一刻 这人的身体就被一双尖锐手肘 毫不犹豫似了个对穿 建议很诱人 但实施难度有点高 把另一名监考也扔了出去 唐新爵一脚踹开大门 乌泱泱如同复制出来的监考员 蜂拥而入 考场内瞬间被堵得水泄不通 等监考全部涌进来 唐新爵的身影 却已经神不知鬼不觉换到了门外 无论是命令这些监考撤开 还是暴力推出条通道 这点阻碍的时间 都足以让唐新爵消失在走廊的任何一个位置 在多次被坑的经验下 绿老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 他挂着畸形笑容的脸 摇摇看了唐新爵一眼 两只手同时伸出 毫不犹豫刺穿了最前面的两名监考 然后是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一连串血肉飞溅的扑驰声下 从他面前到门口的所有监考员 眨眼之间全部被杀死 面对这屠杀我方队友的举动 唐新爵眨了眨眼 毫不犹豫 闪身消失在门口 尸体堆成的小山轰然倒塌 已经看不出人形的丽娜绿 从里面走出来 两只眼珠在淋满鲜血的脸上咕噜噜滚动 越发温柔的呼唤 唐同学 你在哪里 老师来看你了 我手里还有你要的创可贴 需要老师为你包扎伤口吗 老师来了 嘴里说着帮你包扎伤口 听起来却无异于砍掉你的头 这位形势凶残的绿老师 越温柔到发腻发呕 就越令人警铃大作 唐新爵没有多说 严谨一该问张游 你现在考场怎么样 张游立即会议 迅速开始讲述与郑婉情会合之后发生的事 原来他们本来的打算 是两人联合在打败冰蓝蓝 以同样的方式暴力打通考场 但等两人追出去的时候 却发现一直放狠话的冰蓝蓝 已经不知所踪 主监考不在 那些机器人一样的普通监考员 就会无穷无际刷新 我们实力再强 也抵抗不过人山人海 只能暂时在教学楼里 找个一个尽早盖拉躲起来 等找到冰蓝蓝再说 暴躁只是他身为监考的设定 这个鬼怪本身是有脑子的 这个副本目前一切都在模拟真实高考 一切考生和监考 都有属于普通人的特色 或者说是设定 这种设定在主监考 也就是副本豹子身上最明显 甚至能制约他们的行为 比如绿纳绿的设定就是温柔 所以哪怕怨恨我 倒恨不得马上手撕 也不能放下脸上的笑容 而按照婉晴和你的叙述 前一个考场的琉璃子人设 是较真死板 后一个考场的冰蓝了人设 则是冲动暴躁 正如考生异能有强有弱 NPC的人设也有各自利弊 人设的攻击性越弱 就越不利于鬼怪对考生出手 反之 攻击性越强 狂化就更加容易 所以我猜这些鬼怪的本来属性 可能恰恰与人设相反 冰蓝蓝的监考人设暴躁冲动 就需要鬼怪冷静有脑子 才能克制住不发疯 在感觉不妙的时候提前溜走 让普通监考消耗你们的力量 而我遇到的监考人设 十分和而少攻击性 那相对应的 他的战斗力就有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个 唐心诀话音方落 一条薄薄的肉白色刀刃 就轰然捅破了他身侧的门 门板窟窿内露出一张嘴角高裂的脸 眼珠三百六十度转动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闻到你的味道了 长逢时 撕垃圾上 305考场门被彻底撕烂 肉白色刀刃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那根本不是什么器具 而是绿老师狂化后变异的手臂 这条手臂已经被扯成了长长一条皮肉 顶端部分比巨刀还粗大锋利 其他部分充当延长拉伸的活动体 把利纳绿四肢灵活地分成 无数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关节 每个关节攻击一间考场 在找到唐心诀之前 三楼所有考场基本已经无一幸免 空气里充斥着浓郁的血腥味 你没事吧 郑婉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恨不得现在就穿越过去 和唐心诀一起打怪 过了几分钟 唐心诀略带喘息的声音再次响起 还可以 这栋教学楼总共有五层 够让它破坏一阵子 第214集 不过很快 张游就觉察到 唐心诀的情况 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 你受伤了 皮外伤 他面色平静地包扎住手臂上 深可见骨的口子 继续和张游二人诉说情况 之前去寻找线索的时候 受了点伤为处理 现在叠加起来有点麻烦 但问题不大 毕竟唐心诀最先恢复的是精神力异能 几乎消耗殆尽的情况下 对于战斗效果的加成几乎为无 现在能游刃有余 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前噩梦里作战的经验在维持 唐心诀很清楚这一点 至少在第二轮循环中 并不是和副本boss正面兑现的最佳时机 反情之所以能异军突起 答案大概也很简单 因为他自始至终 只进化并提升了一种能力 就是钢铁拳头这一项战斗技能 无论第几次考试循环 只要副本将异能还给他 就不得不全息全已地还回来 唯一能压制实力的地方 只有技能凝聚的时间长度 所以现在 我们只有三种解决方法 唐心诀声音陡然降低 意味着绿老师又一次找到了他所在的地方 第一种方法 我们坚持到考试时间结束 自动进入第三场考试循环 再配合你们一起突破副本 第二种方法 你们找到失踪的监考 杀了他 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来到我这里 或者与郭果会合 至于第三种方法 他轻轻一顿 切换成快速移动状态后继续说 我需要更多关于副本的信息 从而一次性全部解决他们 这次对于四个监考NPC而言 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解决了 张游眸光微动 立即新领神会 更多关于副本的信息 比如考试规则书 既然唐新爵能罗列出来 就说明三种方法都可行 但相对而言 前两种都治标不治本 只有最后一种被明确指向一个结果 从根源解决所有监考BOSS 张游并不知道唐新爵那边得到了什么线索 但在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刹那 他就想到了这本考试规则书 这是他从二楼储物室里顺出来的物品之一 同时还包括目前正在用来联系唐新爵的通讯器 只是还没研究明白 就被监考发现 一直到现在都没找到他的用武之地 逻辑和直觉都告诉他 这本规则书很重要 但实际翻阅时 我没看懂 眼下他再次打开规则书 郑婉晴探头过来看 只见除了还算正经严肃的封面能看清之外 内页寥寥几页纸上几乎一半都是乱码 剩下不多能辨认出自己的部分 除了基本几条行为规范之外 记载的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 人类当然做不出来 可如果规则约束的对象不是人类呢 如果在未接触其他线索的情况下 只看规则书 的确会一头雾水 显然每一个考场能得到的线索都不尽相同 说话间 唐欣却又敲晕两名前考 走进一间新的考场 在一众考生呆滞惊恐的目光下 泰然开口 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 刚刚发生了恐怖意外 今天考试取消 你们可以各回各家了 可 可是 不考试就没有成绩啊 那不是更好吗 不用考试没有成绩 责任和后果都由破坏考试的外力来承担 不好玩吗 考生表情逐渐由茫然转变为复杂 复杂中又掺杂了一点无法掩饰的惊喜 对啊 这不是更好吗 安安静静的走廊没过多久 就变得人头涌动 学生们争先口号的王位 监考力量全被吸引过去拦截 可是和学生庞大的人流量相比 哪怕监考源源不断的复制 也只能算躺臂当车 转眼就被冲散成人流里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 混乱的始作俑者正坐在考场的后排 静静调试着通讯信号 丽娜律会从死亡的考生和监考身上抽取一定力量 这是两层楼相继受到无差别攻击后 唐新爵从对方身上发现的事 他要孤身一人 等到考试结束才能回复状态 对面却有无数移动的眼睛和免费血包 这未免太不公平了 既然要刺激 那不如追求到底 一位一的追逐战不好玩吗 一边等待追逐者 唐新爵一边将掌握的所有副本信息 告诉给了通讯另一端 空闲时间显然更多的室友 在说之前 他还特地交代 张友 你先控制好婉晴 接下来我说的 可能会导致他情绪有些激动 张友把人控制好 再回来对话时 语气明显昂扬了不少 原来问题出在准考证上 我想我明白了 他从来没有这么庆幸自己 从处事顺走了联络道具 找到了唐新爵 准考证真相的揭开 颠覆了他对这个副本的根本认知 这场所谓的高考 根本和我们寝室四人没有关系 同一刻 他也明白了唐新爵第三种方法的含义 没错 我们既不需要考试通关 也不需要暴力通关 我们只需要让那些 真正应该在这里考试的人 回归本位 以全新视角再看规则书 他们很快找到了一些 从前没有注意到的关键之处 考试规则第一条 所有考生需携带准考证入场 考试规则第三条 考生入场需经过身份验证 所有通过校门检验考生 默认已验证 如有考生遗漏此环节 可进行二次验证 找和这条规则相关的部分 耳朵捕捉到二次验证这几个字眼 唐新爵眉心一跳 直接叫住室友 张游立即抵住这条考试规则 目光一行行向下快速扫 在他与郑婉晴的耳内 唐新爵的声音明显比之前更加急促 时而仿佛在信号不好的地方断断续续 偶尔还能听到怪异女声的嘶吼 没事 唐新爵冷静地回答 顺便把擦拭完血迹的毛巾 撕成无数份 挨个房间扔进去 我把他的口粮全扔了 现在正在耍脾气 关于意外情况 解决方法的具体实施流程 啊 找到了 再次验证身份的考生 准考证上需盖教务处审批印章 并于第一科目考试前 携带有效准考证进入考场 即视为验证通过 唐新爵望着冲过来的一坨人形触手 将流到眼角的血擦掉 不 远不止如此 但在那之前 我们要凑够所有先爵条件 能够完美实施验证流程 确保四位监考老师 编制如归的条件 第215集 郭果提心吊胆坐在考场中 他手腕内侧 还藏着一小串钥匙 硬邦邦贴着袖口 所以他哪怕写字时 也要减小手腕活动幅度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被人发现端倪 如果只有考场里 这两名板脸监考还好说 但郭果最担心的 还是那名至今没露面的主监考 就算这位鬼怪对他们来说 已经不算陌生 甚至可以称一句老熟人 他心里还是下意识地打鼓 现在绝身不在身边 婉清和尤姐也不在身边 能算计鬼怪的 六非鬼怪的 暴打鬼怪的郑主都不在 只有我一个人 孤独 弱小 又可怜 我的异能还是阴阳眼 我又不能靠眼睛 把鬼怪瞪死 等等 我能吗 铃声响起 郭果在紧张又混乱的思绪中 交了卷 然后才极度悲伤地意识到 现在结束的仅仅是第二门考试 哪怕什么都不做 我也要继续度日如年的煎熬 整整两场考试 才能有机会脱离目前的情形 然后开始下一场考试循环 不 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袖子里的小钥匙 是他被送回来的时候 那名姓蔡的神秘女生 消失之前留下的 郭果知道 他必然能开启 这栋楼里的某一扇门 否则短发女生不会留给他 可怎么样才有机会去试呢 主监考要是下一秒就出现 该怎么办啊 就这样 他坐立难安地考完了数学 然后 他坠坠不安地 考完了综合 最后一门英语开考之前 郭果终于后知后觉意识到 主监考好像根本没有出来的意思 从始至终我见到的都是成群结队出现的板着脸的监考员 和我一样绞尽脑汁也算不出题的考生 一张比一张难的卷子 除此之外堪称风平浪静 然而 外界越是平静无波 郭果心里就越忐忑 总觉得BOSS会在暗地里憋大招 甚至开始回忆自己从前有没有得罪过他的地方 努力回忆一大圈 他心如死灰 以606与他的深厚交情 谈个人的仇恨已经没有意义了 如果换成我自己 被猎物三番两次打败 剥削 威胁 恐吓 拔光头发 现在又让他们落在我手里 我也一定会抓住机会报复回来的 踩着最后一门的考试零步伐 郭果尽可能慢地贴着墙根走 试图找到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最佳藏匿地点 然而 就在走到一处墙根拐角时 耳边突然响起的声音吓得他一个猎气 直接撞开了一扇紧闭的门 短促倒吸一口冷气 郭果扶住门槛慌乱抬头 和房间里一个正在啃鸡腿的身影四目相对 怎么他看起来 比我还要目瞪口呆 喂 果果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喂 喂 对啊 应该已经接通了呀 张友喊了几声 听到果果那边没有反应 立刻察觉到不对劲 果果身边好像有人 而且距离还很近 所以他才不敢出声 他们猜得没错 果果的确不敢开口说话 因为就在他面前 屋里的另外一个人 正瞪大眼睛看着他 从他的视角看去 对方是一个圆脸风鱼的中年女性 正坐在铺满了空白烤卷的地面上 剩下的烤卷包着几只油脂饱满的鸡腿 还有一只正被对方挂在嘴边 欲吃未碎地缓缓放下 两人谁都没有先开口 任凭沉默 在喷香四溢的空气里 静静蔓延 过了几秒 果果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终于在逃跑和面对之间 选择了后者 那个 老师你 下一个好字还没出口 就被圆脸女老师迅速紧急打断 这些卷子都是多余剩下来的 我可没有违规哦 不许举报我 好家伙 熟人一开口就知有没有 尽管只有一句话 却让四人瞬间同时明白了 这位NPC的身份 此时 郭果眼前就是两次三番 在副本里狭路相逢 606请示薅羊毛生涯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学成非主流起名的代表性人物 商英红同学 哦 现在应该称之为 监考老师了 郭果一噎 目光从满地游击腿上扫过 最后定格在中年女性 毫无斗志的脸庞上 心虚气短地打了个阁 女老师终于试图 撞起身为老师的气势 清了清嗓子 拉下脸 嗯 你 你不去考试 在外面逗留干什么 我想 找厕所 这里不是厕所 这里是我的休息室 你这个学生 好没有礼貌啊 快走开 她用力挥手臂 急声利涩 喝吃过过 但胆小的妹妹头女生 却没有被喝退 反而一动不动地扎在门口 老师 我还想吐 你能给我找个安静的房间 让我吐一下吗 你看见我 所以想吐 不不不 我是本来就想吐 所以走路不稳 才不小心撞进来的 可能是考试时间太长 导致中暑了吧 女老师狐疑地看了她一眼 终于慢慢挪动了屁股 然后 在郭果紧张的目光下 对方向旁边挪了约半尺左右 又换个地方 一屁股坐了下去 嗯 不想动 你让 你那个考场的肩考 帮你找房间 对方一边这么说着 一边调整身体角度 只留给了郭果一个 圆滚滚的后背 你背对着我 我就听不见你对着鸡腿咽口水吗 好的 那我不打扰老师了 啊 对了老师 已经半个身体退出去的郭果 忽然又一转头 视野里的女老师身体明显一僵 老师 您肩考哪个班级啊 对方身体顺时松弛下来 慢吞吞含糊回答 哦 一楼第五考场 啊 那还挺远的 辛苦了 郭果礼貌地后退关门 轻微一声响 门板重新隔绝两个空间 回头环顾四周 附近没有多出任何虎视眈眈的监考 走出好几米 也依旧是静谧空旷的走廊 直到这时 他才敢把钻紧的手心松开 汗层层在衣服上擦了两下 终于能喘气了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